我記得我有打過一次交流賽是在東京巨蛋對比一局 那時候巨人球迷很多啊 我就是球迷很多啊 那時候剛好是交流賽 他們好像要拚前幾名的時候 那時候就蠻長的 巨人那個喊聲真的是蠻傳統 而且蠻大聲的 大學的時候在文化的時候 有跟巨人隊交流賽過 那再來的話是 以前我們文化大學董娘就是有 有帶我們去那個日本看 那時候是高橋游升的英特賽 印象很深刻因為去的時候就看到他全沒打 然後好像還鬆小炮我記得 12年去打雅直的時候有遇到他們 我覺得這是一隻 就是你需要背負那個這個對章的 要使命感的一個球隊 就是非常有巨大社會責任的一隻球隊 黃甄智吧 歐桑啊 對阿我覺得歐桑應該是 所有東京巨人球迷的一個 樹立的一個典範跟偶像吧 對我來說 歐桑應該是東京巨人裡面的看板 因為他的背號也被退休啦 黃甄智 對 長桃茂雄啊 袁承德啊 這就是打電動看過的人一堆啊 那個不熟鳥就很明顯 忘記了 極寸真章啊 我還收集了一顆他的籤筆 以前還會打電動什麼 就是會有那種巨人的很多明星球員 可是我看日本職棒的巨人的時候 應該那時候是仁智跟二綱 還有那時候還有江藤之的時候 大概是那個時期啦 對啊 之前他們的比賽都比較注意版本用人 他就是可能是每個遊戲手心目中的寶像吧 版本 就版本用人 對啊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在巨大裡面 就是高橋游勝那個贏退賽的時候 所以 如果能夠對決到他的話 也是一個蠻不錯的體驗 版本有人跟那個 門斜程 版本有人的話是因為 就是之前手背的時候 會揣摩他的手背動作 然後去學習這樣子 然後門斜程是因為 亞冠賽的時候 他剛好有打賽間打出去 對他印象深刻 這次來開季者灣的大事啊 我就覺得還蠻有印象的 因為他的出手角度 不像一般的這樣 然後速度蠻快的 我有遇到那個 東京他們現在的第四棒 鋼本和珍 他也有打那個去年WBC 我在一二軍那時候就很常遇到他了 我那時候在一軍的時候 也有遇過 也有遇過那個鋼本和珍打過 可是我印象中 他真的蠻會打左頭的 他好像對戰對左頭都打得還不錯 對他就比較有印象 還有戴鋼啊 戴鋼也被我三陣過啊 日子球隊不管是哪一隊都有一定的實力嘛 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是可以跟他們交流比賽這樣子 也蠻有榮幸 能夠跟日本他們交流 那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那他們也說要用全一軍的陣容嘛 那也是 那我們可以去感受到 其實 日本單一球隊的 就是在那個環境的競爭裡 然後我們可以用 我們樂天的 球隊的角色去跟他們去切磋 那可以從比賽中 可以去 知道我們跟他的差距在哪 會很期待 然後會覺得自己要珍惜這樣的機會 就像人家在追星吧 那現在是你有機會還可以跟他比賽 所以會很享受在那一種氛圍當中 能穿上巨人隊的球衣是 無上的榮耀 可能是所有日本人的夢想 老實說我不是日本人我不知道嘛 所以我也覺得他們就是一支日本球隊而已 我們就盡全力去打 我也希望我那時候是 狀況調整好 去用我的 接近100%的狀態去跟他們比賽這樣 你說上了場比賽 也不會因為他是誰 就有不一樣的變化 我也其實想打圈也打 也是想三陣啊 就還蠻單純的啦 因為比賽嘛 畢竟他是一場 競技的情況之下 我不會想要贏 我覺得大事我想嘗試看看 就有機會的話 就是感受一下他的強度到哪裡 因為亞冠賽 自己沒有打人打嘛 所以就是 如果能夠再遇到日子的球隊 希望能夠從他們的手中集穿打 尖野吧 因為我覺得他 他那個很像那個控球機器人這樣 就是手套比哪裡就哪裡這樣 我覺得如果有幸可以感受到 那種精細度的感覺是什麼 然後自己有沒有辦法突破看看嗎 還是打得到嗎 覺得如果可以對戰看看是一種榮幸 但是希望可以越早 踏上大巨蛋 丟球越好 啊 畢竟 我覺得 在於棒 在棒球路上 大家都渴望在巨蛋投球 而且我有在很多巨蛋投球的經驗 啊 現在台北 也有一個屬於我們台灣的大巨蛋 我也希望這個巨蛋可以讓我們球迷們聚集在一起為我們加油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也去看過大聯盟 我覺得就是會蠻羨慕的 但是當我們有巨蛋的時候就覺得 欸我們好像是不是有稍微拉近了一點距離 對對對 因為以前都是看人加油 然後現在自己台灣有 所以會覺得很開心 嗯 就去走一走看一下 看我們台灣的巨蛋跟日本的有什麼差別 對啊畢竟是第一個 蠻期待也蠻興奮的 就是能夠到台灣第一座巨蛋比賽這樣子 因為也有經過日本的巨蛋 然後也想再看看台灣的巨蛋是怎麼樣子 從小渴望有一個巨蛋 今天他完成了 然後我覺得終於有幸可以進行比賽 我覺得很 真的很期待啊